春节假期,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重佐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猴群喜事连连 冬春季是珍稀物种白头叶猴的声誉高峰期,近期增添了不少新成员 走进保护区内,只见白头叶猴在峭壁上旁若无人的玩耍、羞气 成年猴头顶一撮耸立的白毛尤为显眼,刚出生的幼崽则通体金黄 崇佐市境内约200平方公里的狭窄喀斯特地带,是白头叶猴全球唯一栖息地 其种群呈极其兵威状态 20世纪80年代,人类大量开荒啃植,破坏了白头叶猴石原地 加之捕猎等原因,白头叶猴数量一度只有约300只 许易东是保护区范围内八旦屯的村民 家中的十多亩边坡地曾用于种甘蔗 在地方政府的号召下,2017年,他退出甘蔗种植 地里转而种上贫婆、沟树、牧棉树等白头叶猴爱吃的植物 以前猴子见到人,是怕人 现在猴子见到人,就喜欢人 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保护 以猴与人之间已经上升了友好和谐的细向 所以猴子现在基本是不怕人了 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猴子杀杀密洗 目前保护区已为白头叶猴打造700多亩石原林 和十多处兴建营水点 50名村民担任护林员 每周巡护各自辖区三次以上 同时24小时视频监控重点猴群及人类活动 近年来,保护区周边村庄公布村规名曰 全村共同参与保护白头叶猴 2019年以来,崇佐市先后投入1.1亿多元 进行白头叶猴生径恢复 与保护区管护能力建设 当地以立法保护白头叶猴栖息地 参与立法工作的崇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崇星介绍 白头叶猴是第一种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的灵长类动物 是中国的生态名片 守护白头叶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意义重大 白头叶猴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只除树叶 它对农作物,你比如说像南瓜 它跟米猴有很大的区别 不吃南瓜,不吃玉米之类 它都不残害农作物 所以它白头叶猴跟人 它那个和谐度相当高 当地的群众还是很喜欢这个白头叶猴 现在这个通过立法保护呢 特别是把副极权保护之后 这个就可以说是保证了 这个白头叶猴的这个事物来源 应该说对他们今后的反应 这个是不成问题 崇佐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李良介绍 经过充分调研 中国首部林长类栖息地保护条例 崇佐市白头叶猴栖息地保护条例出台 并于2021年起施行 该条例扩大保护范围 除原有的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 政府还规划新增白头叶猴栖息地 以满足其种群不断壮大发展的需求 同时官方将做好农业产业规划 让农民增收减少人猴征地情形 从摄影家们拍摄的照片视频当中 人跟猴之间现在的距离 可以说是一米内的距离 猴子对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有什么惊吓 同时的话我们现在 我们农民在这里种植甘蔗 抗收甘蔗的时候 猴子也没有感觉到对它有威胁 我们虽然保护了一个物种 但是作为一个散障保护 这其他一个一把散底下的其他物种 也同时得到了很大的保护 包括野兽啊鸟类啊等等的话 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从与猴争地到以猴为荣 如今白头叶猴种群达157群 数量恢复至1400多只 2022年广西重佐白头叶猴保护 被中国生态环境部评选为 生物多样性优秀案例 随着猴钉兴旺 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 优化后的首个春节 这一地处西南边陲的保护区 吸引各地游客 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 纷至踏来 感受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